全网都知道郭晶晶非常喜爱全红蝉 也一直关注着全红蝉 最近传言郭晶晶再次对全红蝉伸出援助之手 甚至直接致点周济红 看样子我们的蝉宝宝征战巴黎奥运有希望了 又发生了什么事呢 自杭州亚运会后 蝉宝开始忙于商业代言 由于中国跳水队的商业代言 又明确的规定 队员不可以私下接代言 所有的代言都是统一安排 所以蝉宝在安排下 奔赴广东完成和某品牌的合作 据悉此时的蝉宝还有伤在身 对于身体还在生长发育的他来说 长年的训练参赛 没有时间休息 而且距离巴黎奥运会也不足一年时间 蝉宝的应战训练又该如何呢 周济红为何一直安排蝉宝接商业代言呢 广大网友关心蝉宝的心态破切 好消息传来的是 郭晶晶一直关注着蝉宝的发展 要知道郭晶晶可是中国跳水队举足轻重的人物 推移后嫁给霍启刚成为豪满儿媳 但是他自己仍然继续信步 且一直为国家的跳水事业奉献自己的力量 同时也将自己的优秀品德 言传申交给自己的儿女和丈夫 如今提到郭晶晶都是满满的正能量 据港媒爆料 这次郭晶晶也是出手保护蝉宝 变化周济红了解全红蝉的伤病情况 满满的关心 郭晶晶对全红蝉的喜爱毫不掩饰 在跳水现场华生小蜜妹 只为和宝宝来个合影 曾多次公开表示 对蝉宝的喜爱和知识 甚至一度传和蝉宝结肝亲的消息 据悉蝉宝夺冠后 郭晶晶和霍喜刚夫妇 从专项基金里赠予了1000颗黄金和8万美元奖励 除了喜爱 更多的是对蝉宝在跳水方面的欣赏和高度认可 小泉跳了三个满满 我觉得 我都很羡慕 我跳了20年水 我也没跳过这么多满满 小泉 这一场比赛就把他全都跳出来了 能够得到郭晶晶的认可和喜爱 蝉宝是幸运的 视频的最后期待我们在巴黎奥运会 看到蝉宝的精彩表演 也祝福我们的女神郭晶晶永远幸福